翁美玲 娇俏聰慧的形象 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 今天讓我們重溫一下她的珍貴視頻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射雕英雄傳》拍攝前期 有哪些人曾跟她一起覺中於主角的角色 你這麼乖, 等我一回到大漠的時候 我馬上去打獵 然後讓你嘗嘗大漠野兔的滋味 先說明, 你去打獵, 我也要去… 看起來就嬌俏可愛 而司馬燕的表演就相對文靜一點 我找人比武 也會找我的殺父仇人 那之後呢 之後我就會回去找我娘 阿勇, 我回大漠的時候 我會和你一起回去 李彥珊又相對少了一點自然 你不怕嗎? 真的不怕? 不怕 那些斑炮很兇惡的, 好像我那樣 不要追我了 好吧, 我跟你說笑而已 就算有斑炮出現 小心, 有我郭靖在你身邊 我都會保護你的 李敬虹就相對少了點靈氣 我經常聽你說在大漠 大漠那裡好玩嗎? 那裡就沒有這裡這麼熱鬧 你這麼乖, 讓我回去大漠立刻去打獵 讓你嘗嘗大漠野兔的滋味 先說明了, 你去打獵我也要去的 你又去? 大漠那裡有很多斑炮出現的 你不怕嗎? 不怕 每個人都各有千秋 下面再來看看他們的身手如何 不要玩 放開它 你還差點放開它? 不要玩, 你要快點放手了 不要玩, 你要放手了 而成功當選之後 她的心情又是怎麼樣呢? 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在11月12日星期五的早上 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 原來是要我做黃蓉 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了 除了開心和意外之外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 這幾個月來,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 由選香港小姐 到入無線工作 做婦女身之主持 直到今天做黃蓉這個角色 前後只不過是五個月的事 雖然平時我也是一個好動和活躍的人 和演黃蓉這個角色是有點相近的 但是因為演黃蓉已經成為最近熱門的話題 每個人的注意都集中在這個黃蓉的身上 而我以前也沒做過戲 所以心理上的壓力實在很大 對於將來的表現 我都不敢想得太好了 但是想心一層 都是不要理那麼多了 既然機會到了 就要去把握它 總之就盡力去做 看多幾次 甚至幾十次的圓著 去揣摩這個角色 又學好一些功夫 去應付武打的場面 總之就一心一意去做 至於將來是怎樣的話 然後才想呢 隨著《射雕英雄傳》 收視率節節上升 她的心情又是怎麼樣 對於第一次演戲的她 肯定是收穫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我當然很開心 但是我認為射雕這麼高的收視率 就不是完全歸功我自己的 因為每個演員都很努力去做 還有舞子也很盡心去教我們 令到那些舞打場面就很精彩 所以收視率就有這麼高了 至於我個人方面來說 在拍攝射雕裡面 我的確學了很多東西 無論在舞打方面 在這個做角色的情緒方面 我也有盡量去學習的 至於做得好不好呢 就要大家去批評 我也都希望大家 好像我這樣 越來越喜歡射雕的故事 發展下去的 總括來說 我是很開心的 對於這次收視率這麼高 從英國回來香港發展 拍完射雕英雄傳之後 她對以後的生活發展 又有著怎樣的想法呢 你畫得挺細心的 不好意思, 要你等那麼久 通常我要畫得這麼長 我才收不得了 對, 這樣才可以一氣呵成 不過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甚麼你畫畫的時候 喜歡聽這麼優遠的音樂 這可能是我最英國時的習慣 因為天氣經常都灰灰暗暗的 變得我喜歡聽這首歌 是不是很優怨 那香港呢 香港就不一樣了 香港人做事是有活力和衝勁的 做甚麼都煩人了幾天 其實你來了香港已經一年多了 難道你到現在還沒習慣香港的生活呢 我也開始了 不過很多時候 在英國做的事我都很懷念 不如我在英國就生活比較清閑 我會喜歡畫畫、看書、聽音樂 但回到香港, 你知道工作是很忙的 差不多二十四小時 除了睡覺之外 也沒甚麼時候可以做這些事 所以根本沒甚麼機會讓我想到 習不習慣 你離開了英國這麼久 那有沒有打算回過去呢 有呀, 我已經決定了 這個星期尾就回到英國了 順便探望我媽媽, 因為我很想念她 那你探望你媽媽之後呢 探望我媽媽之後呢 我就會去歐洲旅行的 因為呢, 我這半年來呢 拍《射雕英雄傳》呢 就拍得很辛苦 那我覺得呢 我應該趁這段時間呢 去散一下心的 那你由歐洲回來呢 我再跟你聊 不過你回來的時候呢 要跟我畫出人像的 行 就不可以再聽你這麼幽遠的音樂 你不喜歡這麼幽遠的音樂嗎 不如這樣吧 我為你點一首中國歌 十年埋伏 你滿意了嗎 好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是物中樓珠珠 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贊加關注哦 我看你的視頻